台商李孟居被中國指控是台諜 他因此被判刑一年十個月 並限制出境兩年 行滿離開了中國之後 他轉赴日本 今天終於反抵台灣 終於回臺的李孟居 激動了親吻機場地板 表達內心喜悅 李孟居在富家行期滿之後 因為中國擔心他回臺 會成為媒體焦點影響選情 所以李孟居只好先前往日本 直到今天才反抵國門